在过去13年里我没有碰过任何的垃圾食品 像什么薯片啊 饼干啊 奶油蛋糕啊 奶茶啊 碳酸饮料啊 糖果啊 方便面 等这一系列加工的食品我都不碰 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调侃我说 你好像一个老干部哦 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为什么不碰垃圾食品 我又是怎么长期坚持的呢 这样的生活习惯怎样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 十多年前青春期的我是个胖子 那个时候呢 饭量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大 因为发育了嘛 身体呢在不断的膨胀 食量也在不断的膨胀 那时候每天感觉都很饥饿 半夜会偷偷爬起来去冰箱里掏空所有的炸鸡啊 什么方便面啊 就直接这么干吃 那时候每天放学就和同学去买一包饼干啊 吃几块冰激凌 如果父母带我去参加别人的酒宴的话 我可以连着吃两顿 那个时候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 我上课特别特别困 整个脑袋像浆糊一样 老师说话好像就在嗡嗡嗡嗡嗡嗡 我什么都听不清楚 然后看了课本啊 看了文字 基本上都记不住的 就整个人就感觉特别昏 然后跑个800米就喘得受不了 回身都很疼很疼 然后运动一下我就要睡个三四个小时 我才恢复过来 然后那时候体重增长特别特别快 到我初三的时候 我已经长到了140斤 身高还没有现在那么高 只有1米6啊 BMI指数差不多是26 27的样子 当时作为全班体重最大的女生 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待遇 比方说啊 男生特别喜欢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把我的凳子撑地下抽掉 然后我不知道呀 我叫咣当 圆咕隆咚的掉在地上 他们觉得 哈哈哈胖子身体上好好笑啊 我给你巴掌吃 还有一次正值流感季节 我去医院打疫苗 我妈带我去 护士姐姐看到我的时候 二话不说 孕妇坐到那里去 我当时就感觉 我的天哪里是什么 所以初三的时候 我下定决心开始减肥 因为我觉得已经碰到了一种 身体不太健康的状态 影响到了正常的生理机能了 那个暑假 我不碰任何的高糖高油的食物 只吃天然的食物 像瘦肉啊 鱼啊虾 加这些优质蛋白再加上一些蔬果 然后没有额外的其他的零食 每天都去打羽毛球 每天都去跑三公里到六公里 刚开始的两周 有非常强烈的戒断反应 就夸张到我走在路上 闻到饭摊的香味 我的天哪好香啊 我好饿啊 然后包括睡觉的时候 你都梦见自己在拼命的吃炸鸡 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我会发现 慢慢慢慢的这种渴求会减少 然后欲望能够控制住了 开始了三到四个月之后 我的体重就从140斤 恢复到了10506斤左右 然后BMI指数在19到20期间 那时候上高中就跑步特别特别快 像飞一样 好像身上的那些牵球啊 那些负重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我高中的时候 是我们全班跑得最快的女生之一 除了体育特招生的两个 我跑不过啊 那剩余的同学当中 我是跑得最快的 然后后来也成为了学校排球队啊 再到大学的时候羽毛球队的主力 减肥最明显的一个感受是 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你不容易口渴 注意力能够长期集中 感觉记忆力也能变得更好了 然后皮肤状态也变好了 情绪也会变得更加稳定和明朗 减肥之后的十多年来呢 是我身心状态非常好的一段时间 也是我求学生涯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自在的一段时间 经历过减肥之后 你才知道这样一个轻盈舒适自在的状态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我特别珍惜这种非常舒服的状态 我一点都不希望它消失 一点都不希望它离开我 所以我一直保持一个非常正常的饮食习惯 我平时吃什么呢 蔬菜水果蛋奶鱼肉瘦肉坚果 比较少的摄入精致碳水 会适当的摄入粗粮 我的饮料就是泡一点绿茶 红茶喝点白开水 那你可能会问 难道生活当中不会有诱惑吗 那其实各种聚会啊 交友的场合 有垃圾食品的情况下 我一概不碰 照常拒绝 我和同学出去玩的时候 他们去买奶茶 我就在旁边点一杯水 我和同学去酒吧的时候 他们点酒 我就点一杯苏打水 在美国读书期间 你就知道美国是一个肥胖率 很高很高的国家 食品工业非常发达 路上那种胖的是 非常非常夸张的 各种聚会场合 都会出现垃圾食品 什么披萨啊 饼干啊 奶油蛋糕啊 都是能量非常非常高 巨甜的东西 然后我从来都不碰 我就在旁边喝点茶水 有水果的话吃点水果 没有的话我就喝水 有的同龄人就跟我说 年轻人就应该好好放纵一下 人生没有垃圾食品 还叫人生吗 一点快乐都没有了 当然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嘛 但是我认为呢 垃圾食品所带来的是 短期欲望的满足 它是以长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 其实是不划算的 那么关于垃圾食品的害处的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非常非常多了 它会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 它会让你的身体处在炎症的状态 还会破坏大脑的化学平衡 更容易引起郁郁焦虑 各种各样的情绪 长此以往呢 很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那么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稳健的投资 因为身心健康是人生的根基 你其他的所有的东西 无论是财富啊 美貌啊 智慧啊 金钱等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的身心健康之上的 你只有当整个人状态非常好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精力 有能量去追逐你想要的东西 才能够把你的潜能能量放出来 那么有一个学科叫做表观遗传学 他讲的就是 只有当你的生活习惯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你的基因密码才能够朝着一个最优秀 最良好的方向 最健康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其实你有个好的生活状态 等于是在激发你基因当中的潜能密码 你才能够释放出自己的天赋和潜能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好不容易来这个地球上走一遭 我希望我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天 都是以一种最佳的状态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别看吃这个事很小 但是它教会了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持之以恒 抵抗短期诱惑的能力 我发现人生中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择 这些选择中又有很多短期的诱惑 而这些短期的诱惑 殊不小心就可能让你付出非常惨痛的长期的代价 那么在我的工作当中 我也遇到了很多的短期诱惑 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劝我去造假数据 从而获得整个团队的晋升和加薪 这种事情我不要做的 这是短期诱惑 我要考虑我的长期的幸运 人生中充满了很多像奶茶这样的短期诱惑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眼光放远 想一想 我当下所做的这个细小的选择 是不是对我长期有益呢 学会放弃一些短期的诱惑 你才能收获长期的蜕变 好啦本期的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加油做一个长期主义者 好啦拜拜 拜拜